大齐娜娜和小松奶奶 虽然两人的名字发音都是娜娜 个性却截然不同 一个豪泛敢爱敢恨 一个却害羞腼腆 同时赴东京发展的两人 在新干线上并肩而坐 找房子时又凑巧看上同一间公寓 这样的缘分使得他们决定 一起在东京生活 互相扶持 奶奶这部经典漫画所涵盖的层面相当广泛 不仅有爱情 友情 工作 现今流行的事物 音乐 甚至是人生目标与生活的态度 可说是带给了读者们 相当多省思与感动的泪水 即使在年少时曾经阅读过这部作品的人 都能从中找到新的切入点去审视目前的生活 唯一可惜的是作者因健康因素而停止连载多年 暂时看不到结局这点可能会让人有些惆怅呢 提到卫生这部作品 许多人可能会先想到荣获多项大奖的同名韩剧 其实电视剧便是翻拍了这套刻骨明星的职场漫画 卫生来自为其术语 一直影响其局会全盘皆输还是起死回生的关键一部 对于许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来说 这个故事将大家为了不被淘汰而步步为营的心情 透过细腻的故事设计完整体现 无论是认真上进却能力不足的人 还是兼具能力及热情 却因为女性身份而受打压 种种际遇都能在这部漫画中找到一个投射的角色 其中更有一句具体胡冠鼎的职场金句 虽然故事的开头有些沉重 但只要跟着这些人一起受挫 大哭之后 或许最后大家都能找到一个能打造理想工作模式的好方法哦 30岁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个重要的人生关卡 工作上正决定要不要往更高的位置爬 而感情方面在谈了许多场恋爱后 似乎是时候该务实 该定下来 但人真的有办法那么理智吗 这部漫画正是在探讨这个困难的抉择 故事中的好姊妹三人 接触在30岁的关头 遇上了明知 不会有未来 却又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的炙热恋情 这部以少女漫画的包装讨论了许多现实的问题 那些旁观者看得一清二楚的简单是非题 为何到了自己身上却变成写淋淋的复杂选择题 透过阅读这部漫画可能会开始理解 原来人生大多课题都属于没有答案的灰色地带 如果你也正好站在人生的交叉口 相信这部漫画可以带来很多启发 但就算只想跟着主角好好享受一场恋爱 它也能带来相当的满足感哦 所谓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形状呢 也许有些人想赚大钱 有些人则想生个小孩 买间房子 也有人享受自由自在的单身日子 这部作品虽然定位为BL漫画 但剧情没有情欲 没有爱恨纠葛 只有一对交往多年的男同志情侣 为了将来能有安定的老年生活 每天斤斤计较的控制预算 想尽办法制作一道道兼顾健康的家常菜 故事中两人的生活也以相当日常的方式展现 像是对节俭程度看法不一 工作与相处时间的平衡点等 这类同居情侣坚常发生的小问题 此外也有同志族群会遭遇的家庭 交友难题 而每一篇故事的最后 都能让读者确实感受到两人深切的羁绊 更能极由这部作品发现许多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 从未注意的动人细节 提到漫画 一般所想到的大多是来自日本或美国的作品 但台湾本土其实也有着许多品质优良的系列作 这部被翻拍成电视剧的用酒干子电 就是个富含台湾人情味的代表作品 故事连接了许多台湾人的共同经验 以离家求学 工作的年轻人为主角 一日却因阿公生病倒下 而决定辞职回到家乡 代替阿公经营 那间已快被时代淘汰的干子电 这故事中不只包裹了浓厚的土地情感 更传达了许多台湾正面临的社会问题 透过动人的情节 让读者能确实感受到台湾的最美风景 也就是人与人所构筑出的生活样貌 整部作品真诚 不过度深情 相当适合忙里偷闲时作为调剂 在透过阅读找回记忆中的美好片刻时 可能也会想打通电话给远方的家人呢 你听过读空气这个词吗 它的意思近似于察言观色 特指在团体生活之中配合周遭的气氛处世的行为 这部作品的主角大导 从小就依靠读空气的技能长大 不仅为了应付职场的人际关系天天陪笑 还需要满足男友的喜好 每天将自然卷拉成直发 但在发现身边所有人都没将自己的努力看在眼里后 过度唤气而昏倒的他 便毅然决然地辞职到郊区展开新生活 这部漫画反映了现代人们必须看人脸色而活的现象 故事背景看似沉重 但作品氛围却如炎炎夏日中的微风般轻柔和煦 读者会为遇见友善的邻居感到开心 更会想为努力改变性格的他加油打气 甚至更为途中开出的爱情桃花揪心紧张 由于剧情有趣又具备十足疗愈感 让这部漫画不仅获得了多项奖项肯定 更翻拍成了日剧作品 可说是步不容错过的优秀作品 无论作者多喜欢的工作 过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而在因挫折而灰心丧志之时 这部作品就是找回热情的绝佳妙方 漫画的主角黑泽新是个音商退役的前柔道选手 为了找到新的生活动力 他发觉自身对漫画的热情 而成为了出版社的编辑 毫无经验的他在听到了重版出来 这个一直在版印刷的用词后 决定以此为目标打造一部全新的漫画 不只拥有饱满的冲净及热血 故事中还写实地描绘了出版业界的每个美角 无论是编辑、设计、业务 都有其心酸及需要具备的工作态度 而这些都是成就一部畅销作品的必备条件 即使不是从事出版业 这部漫画都能帮助找回当初成为社会新鲜人时的冲进 及坚持 可说是个相当适合买一套放在家定时复习的优秀作品 常若格外喜爱日本京都独到的细腻气氛 那么本部风格温柔的路的炼花 想必能令各位在翻阅时有着宛如重回当地的体验 以小巷中职人工匠及艺术家所共同串联起的故事骨架 除了以单元性的方式呈现外 更借由深入的心境描写贴近美味角色的故事 让读者在日常的描述中能够细细品味其淡雅氛围 像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享受小旅行一般 由于作者对手工艺品的喜爱与研究 本作在内容里也透露出不少相关知识 在搭配京都的浓厚背景画面 可说是感受性极为丰富的一部作品 时隔26年 被誉为Touch续作的MIX连载再开 除了依旧以热血的棒球少年作为主角外 占于描绘恋爱情节的作者 也增添更多青春与爱情间的铺陈 令人阅读时心有所感 在画风上 本作成习安达充一贯高辨识度的风格 描写面对胜负的心境转变 尤为细腻而贴切真实 而且由于作者在大师级漫画家之列以借高龄 本作已有可能是他最后一部长篇代表作 如果喜爱活泼热血的运动爱情剧情的话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曾以示众第一集入围第十一届台湾金曼奖新人项目的创作者 擅长以手绘的水彩水墨线条来表达内心情感 其画风流畅纤细 笔触轻而自然 呈现台湾漫画家中少剑的插画风格 而本作更将表现意图放在女性面对社会的强大压力 如何勇敢立足并展现自我意志及态度 因此无论角色 环境或是事件的设定上 都十分贴近现代社会的状态 相信本作能令在工作与爱情兼找寻平衡的女性群众获得深刻体会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